千呼万唤使出来 苹果终于在周二发布了新款的iPhone 12系列手机 但是让很多小伙伴意想不到的是 股价并没有上涨 反而下跌了2.65% 难道苹果不新鲜了吗 其实在9月的发布会到10月的发布会之前 一个月的时间内 苹果股价已经上涨7.6%左右 对于这一波新品的预期 已经随着发布会的到来而达到顶峰 因此部分投资者提前获利了结 再加上周二本身受到一些利空因素 大盘整体走势不佳 因此苹果股价下跌 这都是情理之中 那么关键是苹果接下来会怎样呢 大部分的华尔街分析师目前都是看涨苹果的 首先我们先来简单回顾这次发布会 此次iPhone 12系列一共分为4个版本 还是苹果首次推出5G手机 此外还发布了MacSafe系列无线充电器 HomePod mini音箱等多款新品 再加上一个月前的发布会 推出了新的Apple Watch iPad以及相关的增值服务 可以看出苹果的整个产品线越发的丰富 软硬件相结合 因为库克深知 苹果单纯依靠iPhone将很难取得快速发展了 而此次的新款手机也算是颜值扛打 性能提升 价格分档之后 也还算满足了不同群体的需求 根据华尔街分析师的预测 超过30%的iPhone使用者至少使用其设备超过三年 用户们新一轮的升级周期到来 近期换机需求依旧存在 大多数投行对苹果给出了买入的评级 像摩根士丹利等甚至给出了上调目标股价 即便苹果可能面临着美国运营商 无法达到iPhone12的5G速度 今年疫情仍在持续 消费者缺乏消费动力等 但是苹果依旧还是被很多人看好的 今年苹果股价已经累计上涨超过65% 股神巴菲特老人家已经笑开了花 也许很多人嘴上说不买不买 但是身体却很诚实的已经下单 我们也可以看看在2020年 接下来的两个月的时间里 你的身边到底有多少人买新苹果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下期再见